欢迎回到台湾APP的节目现场 我是陈怡君 全球现在都在极力的开发再生能源 我们台湾也不例外 成功大学的能源科技与策略研究中心的离岸风力团队 八月底就首创了亚洲之先 成功的在台湾海峡布放了浮动式光达 这也是台湾离岸风力发展的一项重大的突破 台湾离岸风力发电的发展现况到底如何呢 而这个浮动式光达的布放呢 又可以为离岸风力发展提供哪些帮助呢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 这一次呢浮动式光达释放计划的重要推手 永传能源公司的团队到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是永传的专案发展经理王龙 以及工程师李中宏来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离岸风力发电 首先请两位跟听众问好一下好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专案工程师李中宏 我们都需要很多的这个电力发展的方式 而且在现在呢 像这个核能发电备受讨论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会在极力开发 所谓的再生能源的发展 我们首先请汪龙经理帮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什么是离岸风力发电呢 离岸风力发电 顾名思义就如同它的名称一样 那跟陆岸不同的 就是说这个风力机组呢 会被安装在这个海上 所以不像一般的这个陆岸风电 比如说我们常经过这个西兵公路的时候 会看到在沿海地区 有一些这个陆岸风机的设置 那离岸风机的部分呢 就是说这个风机会利用一些技术呢 去立在这个海上 去截取更丰沛的这个风资源 那我们也知道之前很多人会讨论 各种的这种替代能源的一些方式 都有一些优缺点嘛 那离岸风力发电有哪一些优点或是缺点呢 离岸风力发电当然优点的部分 第一个当初欧洲国家在选择再生能源的时候 第一个考量呢 当然是希望说再生能源发展的这个量可以大 所以呢 因为这个海上的空间比较大 那提供的这个风资源也比较丰沛 所以第一个选择就是说 到海上去立这个所谓的风力机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风力机组的技术可以去使用较大型的风力机组 而不同于陆岸可能会这个尺寸上面稍微比较小 所以整体而言呢 不论在技术上面还是风资源上面呢 都可以让整个这个计划呢 产出更多的绿色能源 当然是跟陆岸或是跟其他再生能源相较起来 那这是它的优点 那缺点的部分当然是因为 大家也晓得这个海上的一些状况呢 是比较难于一起的 就是说天气啦 还有不同场子有不同的条件 那这个部分就会需要到这个业主 或是专案的团队 要适度用方法去克服 那当然在克服的过程中 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所以在开发的过程中的这些 这些遇到的问题跟困难呢 是在这个建置离岸风厂 就是我们所称的离岸风力发电厂 比较困难的地方 那这个相较起来 当然是对于跟其他的再生能源相较起来 是比较属于缺点的部分 这样 其实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的这个大的风车 然后呢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我有一次在这个北海岸这边 特别去看了这个风车 跟他拍照 然后看着他在天空上一直转 一直转一直转 那么我们在一般在陆地上看到 像这样的风力发电的风车 跟在海上盖的这个风车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第一个陆岸风机的这个所谓的装置容量 就是说他一个机组可以去最多能够去发电的这个量 相较起来一定比离岸风机来的少 原因就在于说技术上面 由于这个海的这种风能比较丰沛 所以呢 这些风机供应商就会把这个风机设计的比较大 然后让他可以截取更多的能源 然后发电量也一举提升 所以这个部分是一般我们 虽然说刚才这个主持人也提到 陆岸的风力机看起来很大 离岸风力机看起来更大 一般来讲叶片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我们讲的blades 就是他旁边的三根叶片 尺寸上面来说 都可能会多1.5倍左右 比如说陆岸可能是60公尺 半径可能是30公尺 到离岸的部分可能半径就是60公尺 直径就已经到120公尺 甚至是以上 那随着技术的提升 这个部分也尺寸也越来越大 这已经是一个趋势 那通常在一个离岸风电厂 会有多少只像这样的风车 一般来说 因为在那个 这个发展初期的时候 一般的尺寸上面 就是说厂整个风厂的这个规模 是稍微小一些 可能比如说20支到30支左右 那目前呢 随着这个 这个整个技术的工业化 那整个这个专案的开发呢 也有趋向变得更大规模 所以说现在在欧洲 包括德国 英国丹麦 他们都朝向80支 100支 200支 甚至是500支的规模 在做开发 那目的就是运用这个 海域广大的土地 然后可以去攫取这个 比较丰沛的这个离岸风资源 您刚刚有提到 其实国际间已经有很多国家 在发展像这样的离岸风力发点了 他们发展情况是怎么样呢 这个离岸风力的发展背景 当然来自于就是说欧洲国家 对于这个减碳承诺的落实 那离岸风电 由于它的一个技术上面的可行性 跟能够带来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发电量 所以当然变成说第一优先的选择 那所以主要离岸风电的发展 都在欧洲 那欧洲其中呢 又以英国为这个 目前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 总共将近有3000多个MW 就是3000多个兆瓦 那这个大概会是 大概将近等于说是 两座林口活力发电厂的 一个装置容量 那其次就是丹麦跟德国 那丹麦当然是因为 它有非常好的风资源 那加上它有很强的 风力发展产业 所以这个离岸风电 当然会是它第一个首选 德国也是一样的背景 所以整个欧洲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6000多个MW 就是6000多个兆瓦 那将近有1500支的离岸风机 已经在北海波罗的海 或者是爱尔兰海 等等的地方开始运转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这个欧洲主要的 再生能源的来源 那么在台湾呢 我们台湾到底有哪些地方 适合发展风力放电 台湾呢 台湾的优势 跟欧洲比较起来 总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我们有很丰沛的 东北疾风资源 那东北疾风大家都知道 是从东北方过来 那大家可以有空看一下台湾的地图 我们也会发现那个台湾海峡 也是东北西南向 所以变成形成一个峡管效应 让这个风资源非常的集中 那所以相较来说呢 为什么这个国际研究的机构表示 有9个好的风场 前10名有9个都在台湾 原因就在于说 我们有这样的地理优势 那这些这个好的风场 都坐落于台湾的西海岸 除了风资源以外呢 也考量就是说 这个西海岸地区 它的海底地形 比较一致 比较平均 它比较不像东岸 可能有这个 因为这个板块的关系 所以可能稍微比较不适合 相较起来 那这个 所以台湾呢 首要开发的一些这个区位呢 应该都会坐落在于西海岸 但是台湾有一些地震的问题 就会影响到 这样离岸风率发电的一个设置 其实地震的问题 这个要看每一个场子条件的不同 但是透过这个很适当的资料的收集 然后经过研究的分析 那在技术层面 地震的问题 都是可以很适度的去解决 好 那我们这次也提到了 其实台湾的这个离岸风利的团队呢 在8月底是首创亚洲之先 像是永传能源公司的团队啦 还有成功大学能测中心的离岸风利团队 就在台湾海峡成功的布放了浮动式光达 这是亚洲的首例 但是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到底什么是浮动式光达呢 我们这就要请我们的这个资深工程师 李中宏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OK 关于浮动式光达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去想 早期的时候我们在观测所谓的风速 风向等资料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盖一个塔 可能会盖一个测风塔 那这个塔可能高高长长的细细的 像我们外面看到电线杆 但是它高度更高 它可能到达60公尺90公尺 100公尺这么高 那我们可以这样想 其实100公尺相当于34层楼 你在路上盖这样子的一个塔 其实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何况是你到海上去呢 海上那个波浪飘来飘去的 你根本很难去预测 所以光达这种设备 它是一个预测的设备 它透过雷射光打向预定的一个高层 那空气中有很多的气焦 那透过雷射光打到气焦之后 反射回来到接收器这边 我们去计算它的一个时间差 跟它的一个方向角 那我们就知道 那个高层所谓的一个风速跟风向 那这样的话就降低了 很大幅的降低了 我们所谓的一个观测的一个难度 因为我不需要直接在海上 设置一个实质的一个观测塔 我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不同高层的一个 例如说现在我们这次 所布放的光达 它可以从55公尺 一直量到200公尺 所以我可以很连续就看到 55到200公尺之间 所有的一个风速 风向的一个变化 那对离岸风场开发的时候 风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风向也是很重要 因为我会决定说 我的风机最后是朝向哪个方向 我整个风场的布置 是要往哪个方向去布置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度 是 这次台湾也是亚洲第一次有人这么做 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 为什么之前都没有人尝试过呢 在亚洲 我们这样讲 这个设备其实成大是亚洲第一套才买的 那全世界这个设备也才四套 那其中三套在美国 一套是美国军方 另外两套是美国的大学所采购的 那实际上这次的海域布放行动 在全世界来讲是第二次 那第一次是美国海军在去年在大西洋做的 那个是军事机密 我们就不能够泄入太多 那我们就回来看这一次 那这一次是 我们真的把这次的Floating LiDAR 我们把它拉到了海上去 把它锚定在海上 然后做一个长期观测 这会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指标 是因为在我还没有在架设 真正的离岸式的一个观测 固定式观测塔之前 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看到了55到200公尺 因为我们还知道说 其实还有其他一些风向风速的一个来源 是透过中央气象局在海面 所布放的一些浮标 但是那个浮标只有测量到3米的高度 它其实它不知道 更上面的风速是什么样的变化 那我们用卫星去往下看的时候 其实它有更大的一个问题是说 其实我看到10米的高度 但是那个风速是一个很粗略的 它其实是个很不准确 准确度非常不高的一个 它只让大致上知道 那边一个状况是什么 那这样子 浮动时光达提供的资讯 除了给这个离岸风力发电研究之外 还能够提供给哪些学术机来做使用的 也包括气象单位 他们也有兴趣 像中央气象局 像机上研发这套系统的 加拿大XS公司 它早期是帮加拿大气象局做设计的 所以这套系统是他们沿用了 加拿大气象局的一个需求 然后把它移转到了海上来 对 那一个这么有用的设备 它要放在海上 相信的这个布放过程 应该也是蛮艰难的吧 这个的确是蛮艰难 其实在海上 大家就知道说 海其实不像陆地上 因为你海上桌椅 其实是比较要看天 看气候吃饭的 风大浪大的时候 你是基本上不能出航 因为我们这次像我们这次布放来讲 我们从台中的武器浴港 拖到彰化这个地方 短短的40公里的一个距离 我们就从清晨5点多开始出去 一直到中午11点多我们才拖到 然后因为你也知道说 后面拖了一个大大的一个浮标 我们说酱油瓶好了 其实你不能开太快的 你就慢慢开慢慢开 还这样一直在波动 海浪一直波动 渔船一直晃来晃去的 我想其实很多人上去 应该都是吐得乱七八糟的 那么在布放浮动式光达的一个过程当中 有哪些步骤呢其实 其实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在路上 你必须要先整理好你的设备 确保你的设备在路上测试是OK的 你才能拖出去 因为我们这样讲实在是说 你在路上即使做再多的准备 其实在海上都还是不够的 像我们在路上这次都确定好 设备都没有问题都测试好了 但拖出去布放点 它就是出问题了 那我们就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 赶快把它处理掉 像我们这次在海上布放的时候 像我们毛定点 我们潜水孵下去 再解开我们的原本的浮标的那个毛链 要把它改系到我们的那个 floating lighter的时候 就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原本都好好的 那个浮标只是定位浮标 只不过在那边大概两三天 两三天而已 它就快解不开了 我们就看到潜水孵的氧气筒 一直换一直换 然后我们的存备快不够了 但是还是差那一步 那时候就还蛮紧张 因为氧气筒不够 我们这样就不肯让它再下去了 那整个布放过程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才成功呢 整个布放过程大概花了两个多小时 因为潜水孵他大概氧气筒 满满的一桶大概让他活动 在水下活动大概七到八分钟而已 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团队 有长期在这个海上工作 大家可能看不到钟红的脸 其实都晒得很黑 这已经脱皮脱完了 长期在海上作业 是不是有一些很辛苦 或是让你特别很开心的地方 其实在海上你会看到一望无际的海 很多事情 你就看到那种环境 你就会觉得 其实好像没什么太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看到那真的是看不到边际的东西 你要像什么事情都觉得OK 人都豁达起来了 对 像我们之前有一次出海 还是遇到了潮汐的问题 所以我们回不来 然后他们有狂风暴雨 然后打雷 那时候你会觉得 哇我可以看到完整的一道雷 也是蛮精彩的一个事情 在你路上看不到 那一整套完整一套闪电 划过天际的 那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经验 晃一晃 其实过去了 你会觉得 我下一刻就进来了 我人生还有希望 好 这是乐观的人 在辛苦工作之余的一些自我安慰 好 那既成功的布放这样的浮动式光达之后 我想请教一下 勇传团队的王经理 团队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目前在执行的计划 包括了一个海气象观测塔的建制 那这也是我们今年预计在年底 以前会完成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将会配合 刚才我们理工程师去布放的这个光达 还有我们岸上有一个 这个在朝间带的离岸侧风塔 三个侧风仪器会去做一个 所谓的风能地图研究 那这个部分会对于我们整个在张宾地区发展 这个离岸风场会有相当具有这个策略性的一个价值 那在第二阶段就是我们会在这个政府要求的时程以内呢 去完成先完成两座示范机组 那接续着会完成一座100个MW的这个离岸风场 所以这个分成两期加起来呢 差不多有120到150个MW左右的这个风场 那算是一个具相当商业规模的离岸风场 这会是我们在第二个阶段 在2020年以前会完成的一个工作 那同一时间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累计的经验 去达成这个政府的目标 我们目前政府呢希望说在2030年以前完成3000个MW 那很多人都会问说 那这个风力发电啊 常常有人说它冬天转夏天就不转啦 然后他也常常看到有些机组是停摆的 它到底能够为我们台湾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改变 对贡献多少的利力 那以我们自己的专案来看 我们现在预计在完成30座风机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规划第三期的22座风机 加起来52座风机的情况之下 在我们的专案所在地彰化线 我们预计这样的发电量 就可以供应22%的彰化线的电力 所以相较起来是相当相当的充足 那整个国家的这个 常常会有人比较说 我们做再生能源还是要做核电 还是要做什么样的这个其他类的发电 先不要去比较这些能源来源的利与弊 那以离岸风电目前政策的目标 3000个MW来看的话 那整个的发电量呢 每一年度的话 大概将近可以供应300万户家庭绿色的电力 这也是非常多的一个数目 减碳量来看的话 将近可以取代一座1000个MW 比如说像林口活力发电厂 的一整年度的碳排放量 所以他对于整个 不论是说在电力供应方面 或者是说在这个减碳排放的这个方面呢 都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那请各位这个听众也要注意就是说 这3000MW其实以台湾目前的潜力来看 连50%可能都还不到 所以代表说其实台湾后续在完成这3000MW以后 还有更多的潜力去追求这样子清洁干净的能源 那除了这个把这个我们的环境作为一个改善以外 透过这样子的建制也可以提升台湾的相关的绿能产业 那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发展模式呢 也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先进国家 包括德国英国 还有丹麦他们正在追寻的一个目标 那也是很值得我们去仿效的一个结果 是我相信任何的一种再生能源的开发 其实它都有利有弊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也会遇到种种的困难跟阻碍 不过我想呢 透过各种的方式 让大家多多的了解 每一种再生能源电力的优点跟缺点 跟它能为我们带来哪一些的好处之后 大家再去选择 而且台湾或许是一个很适合来发展 离岸风力发电的一个地方 有很多这样适合的场地 所以有这样的潜力 那我们也希望各种的开发再生能源的方式 能够越来越多元 然后越来越成功 那也是很多团队共同在幕后的努力 好 今天也非常谢谢永川能源公司的 专业开发经理王龙 还有资深工程师李中宏 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 他们这次去播放这个浮动式光达 还有呢为台湾在推动离岸风力发电的 一个目前为止的一些成果 谢谢 谢谢